大家好,我是萌妹,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男子帮兄弟追自己前妻,却在过程中重新爱上前妻的故事,跟我的前妻谈恋爱。 马永和与小红原本是很恩爱的一对夫妻,结婚之后,俩人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过。 婚后,马永还承诺自己负责赚钱养家,小红只需要貌美如花,后来她开始创业,开了一家婚庆公司做起婚礼策划, 工作也越来越忙,开始没时间陪小红逛街,看着这样的转变,小红心里难免有埋怨,但是听到小红的抱怨, 马永却说她无条件享受这一切,而自己在外拼命,她根本不懂自己有多难的这种话。 小红根本无法忍受,所以俩人争吵越来越频繁,最终在都无法忍受情况下选择了离婚。 离婚后,马永很快与公司女股东赵慧在一起了,但由于小红很多衣服鞋子仍然放在家里, 所以时不时会突然出现,搞得赵慧很不开心。 她命令马永尽快处理好自己的前妻,给俩人留点私人空间。 无奈,马永只能思考到底该用什么法子。 一天,他们在参加好友婚礼时,意外撞见小红,原来她是新娘的好友。 马永也无意发现,自己的好兄弟同时也是公司的摄影师张琪, 居然一直在偷拍小红,很显然她对小红有意思。 马永心生一计,决定撮合他俩,那么自己不就可以安心开始新生活了吗? 说干就干,她开始怂恿张琪去追求小红,并给张琪支了很多招。 看到马永把自己介绍给别人,赌气的小红也接受了这一切。 她与张琪开始约会,即便那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云木脑袋, 此时,赵慧看到小红开始约会别人,并决定把她放在家里的东西全部整理一遍。 马永阻止不了,但小红来家里拿东西时,看到自己东西被乱扔,心里很难过。 心烦意外之时,便带着张琪去了,她与马永每年都会周年纪念日都会来的餐厅,最后还喝醉了。 张琪也发现,原来小红一直爱着马永,虽然马永却丝毫未曾察觉,只顾着不断助攻, 最后小红彻底死心了,选择认真地与张琪约会。 可惜,意想不到的是,马永在看到准备主动接受张琪的小红时,却开始别扭了。 她甚至在俩人约会当晚,赌气似的把小红的鞋子全部搬到张琪门口扔在了路上。 看到这种过分的行为,张琪没忍住揍了马永一顿,并告诉她自己对小红是认真的,自己要娶她。 随后买来了戒指,追上小红送给她。 可是,收到戒指的小红心里却是五味杂陈,她心里仍然放不下马永, 只能打电话询问马永,自己应不应该答应求婚。 但马永却根本没勇气正面回答,只是顾左右而言她。 小红失望地来到张琪家,却意外看到了张琪居然把马永丢在路边的鞋全部整理好了, 还拍了照片贴在鞋盒并告诉她,这样以后找起来就方便了。 小红终于被她不问回报,只求付出的劲打动,选择接受她的求婚。 两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众人,并邀请马永为自己筹备婚礼。 因为这世上最了解小红的人就是她,马永答应了,她开始为小红准备婚礼, 但同时自己也不得不承认,其实自己内心深处仍然深爱着小红, 可惜一切都已经晚了。 她看着小红的笑容,觉得这也许就是她寻找的幸福,所以选择放手。 但此时小红的戒指就不小心滚落,追着戒指的她就这样来到了马永的面前。 可惜最后马永都只是笑着祝福小红,张琪也表现得毫不示弱, 可是小红此时却发现自己不能与张琪在一起,不然就太自私了。 所以她选择跟俩人都说再见,放下这一切去寻找真正的自己。 也许未来她与他们的故事还将继续。 这个电影看完,我想说陈坤是真的帅, 不过俩人,要哭要闹要作,能别扯上人家张琪和赵慧吗? 非要别人的牺牲证明你们爱情多伟大,好好在一起过日子吧。 好了,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会点赞评论关注哦。